我就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楊輝瑞普吉函的優缺點 它的傳動調配的方式跟它的特性 現在的部分呢 它的套管 它的套管是比別的傳動的套管還要再長 大概兩個墊片到三個墊片 我試過兩個墊片還不夠厚 要到三個墊片大概才這麼厚 所以它的套管有附個套管給你 大概有三個墊片 可是這是近戰的 別的車種呢 它可能套管就沒有不一定有附 那它可能會直接附墊片 那主要的目的呢 是因為傳動這個檔位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 檔位的部分呢 像我這個已經有縮進去一點 其實起步的部分呢 它會有一點不太好 不過因為是這個開閉盤 因為這我換新的 它的摩擦力跟皮帶的摩擦力問題 所以主要是還是要看皮帶的這個張力 這皮帶的張力呢 像這樣子就是比較鬆的 基本上是稍微一點點而已 沒有那麼鬆 這麼鬆的話它皮帶就會有點打 就會有點跳 有點跳呢 好處是什麼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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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